万千美食之中 有些是自然的馈造 但更多的是源于人们的创造 天南海北 人们凭借不同的际遇与理解 塑造着各自的美食格局 当饱腹不再是唯一目的 美食的意义开始慢慢显现 食材承载的家乡记忆 口味所代表的饮食文化 烹饪技法背后的渊源 人情世故山河冷暖 就在一道道美食中心火相传 美食诞生之初 往往是在家庭内完成孙的传承 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 在步行穿过一个路口 这是邓志达经常重复的一条路线 他要去一个老地方 今年七十六岁的邓志达 大半辈子都在厨房中度过 二十年前他将自己多年的心血 这家私房穿菜馆 托付给了儿子邓世刚 但一有时间他就回来看看 每次巡店 检验手艺已成为父子俩之间 不须言说的默契 今天邓世刚要做一道 曾经被父亲挑剔过的菜 酸汤黄辣丁 黄辣丁是四川人的教法 这种皮色辣黄的淡水鱼 学名为黄嗓鱼 其貌不扬的外表下是细嫩的口感 无鸡尖刺老少咸宜 在四川几乎家家户户的食谱上 都有这道菜 但每家的味道却千差万别 奥秘就在于熬制酸汤的泡菜 这一坛坛酸香扑鼻的泡菜 就是邓世刚制胜的关键 四川气候闷热 食材难以保存 将硬季石书制成泡菜 既能延长其食用期限 又开胃爽口 久而久之 泡菜成为川味之魂 有时它单独成菜 有时它化身陪衬 成就其他食材的高光时刻 为了让酸汤更加浓郁 邓世刚改良了传统做法 泡萝卜 泡姜 泡辣椒 加入高汤炖煮 酸汤炖煮 酸汤炖足六小时 泡菜中的营养物质充分释放后 滤渣备用 锅中油滑开后 腌制好的黄辣丁下锅煎至两面微黄 加酸汤大火烧开 小火慢微十五分钟 虽不见泡菜的身影 但酸辣的滋味渗入鱼身 满是飘香 面对菜肴 父子俩的身份被暂时抛开 变成两位厨师之间的较量 富含乳酸的泡菜 刺激唾液 消化液 大量分泌 酸辣开胃 回味无穷 但严苛的父亲从不轻易称赞 每次寻电后 父亲都会将意见写成一封信 交给邓世刚 这成了父子俩独特的交流方式 邓世刚知道 父亲心中一直有个心结 从小父亲不愿意我做这个餐饮行业 因为觉得餐饮很辛苦 大学毕业之后 再教老两年书 也许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基因 从小就在餐桌边长大 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餐饮这个事业上来了